大家好,我這邊是動物社會研究會,然後我叫Lala 其實我們五月有參加阿蒙點鬆,然後那次就跟大家檢報挖了一個坑,請大家一起來跳 那目前跳的狀況其實是,我大概講一下這個專案 就是現在全台灣每年大概都還有十萬隻的流浪狗貓會進到公民休養所,那其中的將近五成左右會被安樂死 不過今年動保法修了,通過兩年之後有個落日條款要廢除安樂死,那廢除之後不是狗的數量有這麼多 出不去的話那這些狗的狀況就會很慘,那可能是互相被咬死或攻擊致死 所以我們就在想說,那怎麼在這個時機點我們可以投入一些公民的力量來,一方面是協助政府送養 那最重要的是說,我們怎麼把這些動物的資料,各縣市它本來是各自分散的 那它可能不一致,不完整,然後而且它也並沒有全面公開 那這些個體的動物資料十萬比這麼多,那我們怎麼把它全部倒出來,然後匯整在一個同一個平台裡面 讓大家都可以輕易的查詢得到,那當然在匯整之後呢,我們也覺得說它可以有一些不同的效益產生 比如說,這邊我們講到我們希望增加背景資料,那像是這個,這個縣市它的行政資源有多少 它的人力有多少,它的動保資源預算有多少,把這些預算資料以及人力的資料全部都倒出來 那以及在這個縣市裡頭,它的全口跟人口的分佈又是怎麼樣 那這些資料倒出來之後就可以協助政府去比對說公益中所競選的數量 那跟它的行政資源的運用是不是恰當,是不是合理 那政府的錢我們會砸在適當的地方 那我自己預計的想法是說,到時候它整個網頁呈現的模式是一個台灣的地圖 那我可以點選到任何一個縣市,那它就會跑出一些基本的數據 包含收容的資料,那以及背景的資料 那這些收容資料裡頭有各種不同的item 比如說很細的像是這個品種啊,然後就是它的品種,它有沒有絕育,它的晶片植物的狀況,性別等等 這些資料呢,未來公民都可以他自己去用選擇的方式 他可以自己去把他想要的資訊挑出來,然後他可以自己選擇 他是要用折線圖,他是要用圓餅圖來去呈現,這些都可以讓他自選 那這個就是多元的樣貌,然後符合每一個人的需求 因為到時候這個資料是公開的,讓大家都可以運用 那像是一些做研究的,然後做這個政府資源考察的人 也都可以來去運用這個系統 那另外一個希望可以把公民的力量也拉進來的就是說 也許很多的資訊是在地的民眾才會知道的 所以希望在這個呈現長期變化的時候 可以請公民把這個他居住地區的他的一些政策 他可以自己填,把它放進來 那我們在長期的趨勢圖裡面就可以看得到說 欸這個時候可能他的安樂死量特別高 或者他收容量特別高 是不是因為這個地區有什麼樣的政策出現了 然後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的新聞案件發生了 所以強力捕捉等等這樣的情形 然後當然這也方便去檢視說政府的政策 以及後續呈現的動物收容的狀況是很合理 那就是會有一個,第一個就是我們希望造成的影響 就是讓各縣市之間可以互相的去比較競爭 那像是這些未開放的資料 那有些縣市跑出來居然全部都是空白的 那也可以讓他們,督促他們趕快去把資訊崩開 那另外一個最重要的檢討就是回到源頭 去翻轉到整個資源運用以及政府的政策 那我們需要的人才呢 其實包含前端然後設計面的人都會需要 那以及整個網頁的規劃都需要 好,那現在我們完成的部分是把資料 各縣市的東西要倒出來 那未來如果大家對這個端案有興趣 想要盡一分立,那希望可以來聯絡我們 謝謝